为躲避港版国安法 今年5月带着孩子来到美国的李女士 分享经历香港反送中运动后 开始接触法轮功的往事 她表示在香港时 经常看到法轮功真相摊位 和法轮大发好的标语 当时她很难相信中共会活摘器官 但在目睹中共残酷镇压香港人后 她恍然大悟 在香港时 她发现法轮功学员都很平和 专注 对于蓝丝的骚扰不为所动 继续练功 在好奇心驱使下 她也开始了解真善忍的做人准则 并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她指出 港府以前不干涉法轮功 但现在受港版国安法的限制 法轮功学员会被骚扰 还不能摆摊位 铁横幅或是去中联办举牌 李女士表示 港人当前面临各种打压和限制 与中共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手段 如出一辙 她只能祈祷所有香港人平安 新台人记者郭耶锡李佳音 洛杉矶采访报道